只要有我,便会是最不苦涉的犹打 只要有我,便会是扶不起来的阿朵 只要有我,达文西的密码就会自动失效 而且只要有我,不由分辨 总是被控乃常有极度的人渣 我作为一个诗人都是偶然的 就是说,无论从哪一方面,我都不可能成为一个诗人 是在这个大时代 所以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曾经参加过抗战 后来有什么剿匪,后来到台湾 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 作为一个文人的条件 我的学历最高才到初中一年纪 没什么,初中二年纪的时候就被日本人从学校里赶出来 从此以后流亡到后方 后来又到台湾来 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让我们有一个进修或者读书的机会 最基本的我们都没办法完成 所以我们这一辈差不多都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一个成为一个文人的条件 必须诗人 诗这个东西 诗这个东西可以就是文修中间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进键 在那个地方 所以某时候我们凭一个没有多个前书的人 要得到一个诗人的资格 而且一写就写这么多年 这都是非常非常偶然的 也就是整个时代 把我们比到这个样子 我们也没有办法 因为尤其我们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们才二十岁刚刚 二十岁来台湾的时候 可以学死 不但贫穷不说 就是没有一点谋生的基点 你只能在里面,只能当兵 只能在军队里面奋 我就只修一样东西就修英文 修英文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补习班 因为大理补习班去不起 我记得那时候 一个休期的补习费也不过才五块钱 那时候 但是我们的五块钱都去不起 那时候正好 中华文艺韩式修校 早生 那是很早很早 43年左右的事情 只要有人一写,有兴趣写 就到文艺韩式修校去 即使我们的文艺韩式修校 第一期到现在为止 亚轩就是我们的同期同修 我们的老师 秦子豪先生 是文艺韩式修校 诗歌班的 等于是一个班主任 因为韩式修校是那个师大教授 李成东教授班的 因为他跟一光中他们一起走至男星诗舍 那我们在上面写诗 也就成为男星诗舍的语言 一直到现在为止 就在男星创刊的时候 我们知道 台湾那个时候 有三大诗舍出来了 首先是秦宣先生的现代诗 这个罗浮他们在左营办的创世纪 同时有个现代派的成立 那是以福拨印 差不多那时候年轻的诗人 都到秦宣先生的现代诗去了 真正讲 那些诗人多分都是冰中出来的 社会诗人很少 本省纪的诗人只有林恒泰 是这个现代诗的创世人之一 现代派是一个很身世浩大的 所以他们都一个个都成为很伟大的诗人 很有名的诗人 因为我没有那种条件的话 我就不要去做那些事情 我有什么能力我就做什么事情 作为一个写诗的人 能够发表作品是最大的鼓励 记得他《南星》第二期就发表了我的一首诗 题目叫做《诗》 发表了 我一想 哇 这么快 我觉得我的作品就能够上《南星》 那是非常不简单的 所以我很快的 马上就写了三首诗 马上记个 秦老师 第三天 秦老师就把稿子抵给你了 他说你这个东西 至少再放三个礼拜你自己看看 这是他对我最大的影响 就是说每个写诗的人都认为他的东西 只要你写出来认为都是很好的东西 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早期能够受到这种的这种 教育的这种训练 会影响我一辈子 就是发现我们一首作品完整以后 不要急着去发表 秦老师有一本 他的最有名的一本诗迹 叫做《画廊》 他在序里面讲了几句话 他就是说 他是要实施一种未知 等待你自己去发现 他在这个诗迹里面 最前面的序言里面讲这么一句话 但也是我们一直信奉的 为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成熟就去乱写 那写出来东西有几种可能 一个是模仿别人 再一个就是说 你乱臭 少年不知仇之味嘛 维护心思强缺仇嘛 我写一些东西 只要把它分行出来 文字分行出来 什么就是实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们每创作一首东西 是要用一种 从来人家没有写过的 不能哪一种 哪一方面 人家都没有出现过的 我要把它创作出来 这是我的创意 如果我不能把这个创意 把它弄出来的话 那你这种作品 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品 我写的东西 这一首东西 要跟那首东西 有所区别 那就是你要去投破的地方 这样就是说 你要多多多多写 诗是一种思想 它不是凭空得到的 没有那么多天才 所有的天才 都是他平时敏锐接触到的东西 他知道怎么样用 唯一的就是 他知道怎么样用 那他的天分 如果运用 那就要靠你自己的智慧 那我们写诗的人 真正讲 几乎任何时间都可以写 随时随时随时的 我想 投影之间 想到 有几句东西非常非常好 那我就赶快起来 所以我那个桌子上面 和序桌上面的 这种小条子 多得不得了 我认为那是吃的抽配 回宁曾经打个比方 有些诗是很难缠的 譬如生小孩一样 有些下了一个脚 或者下了一个头 真正一下子 完整一下子出来 一首诗 那是很少很少的 那除非是很短很短的东西 比较长的诗的话 它是慢慢出来的 所以 诗 这个 这个 过人有过人的方法 我诗 用我的生活来 诚诗 我的东西 不会是没有无边诚音的 会无缘无故有所诗的 我的东西来都是有来历的 这个罗夫 在大陆在演讲他讲过 诗不是 把几个美丽的句子凑在里面 诗 它有它的意义在 每一首诗它有它的意义在 我们这老一辈的人 诗诗多么多是这样的 感受 跟我们在心里面的烙印 那都是作为我们诗的材料的 最大的原因 我们从前 人家训练我是诗语 诗坛的语者 语家思想的语者 前年我的诗迹 诗语 诗语 金金峰教授 他在序言里面来讲 他就过去 一直认为 向明先生是 一个标准的诗语 但是我现在发现 诗语两个字不至于形容它 为什么 我在里面有一首诗 叫做《清行的武侠诗》 所以他已经不只是瑜伽思想 而是有种侠客思想里面 里面有一些报布评论在里面 这是他看出来之后 那么去年去版的那本 《低调之歌》诗语 李静文跟我写一句 夏明先生 《鱼也飞侠》 他已经变了 他说我的诗语的王道 有一些愤怒 有一些不平等的东西在里面 他已经变了 另外一个很有名 《鸿鸿》啊 他用过那个诗里面有一句 我认识题目叫做《尽头》 有一句叫做 棒棒堂的尽头 是一根光棒棒 他在讲 这个《低调之歌》里面 除了题目是低调以外 其他的 都是高调的不得了 因为我那里骂了很多人 他其实低调啊 他现在比什么人都高调 我就写的一首诗 就是我的三段论话 从诗语 鱼虾一直到低调 变得高调 我觉得任何东西你只要去做 还是有人会发现 现在的司机多于牛毛 如果你需要我对年轻人讲这么话 不要急着去实际 不要急着去成名 因为成名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没有成名 我还是个低调 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知道自己清楚 你真的要到一个非常高的 高的一个程度的话 那不是简单的东西 不是一天两天的东西 也不是大家 你来捧我来捧 我来捧 都捧不出来的 不是这回事 让我推重的是人 我还推重就是 认为礼拨都不同的东西 还是 你这么多年 还是远缺不朽的 你看看现在有多少 各种不同的时区性 哪一个能成为气候 都没有 天底下不曉得多少多少多少的文修奖 所有的文修奖 当年最大的目的 是要奖励去好的作品 但是 现在所有的文修奖 取来之后 多部分都有争论 没有一个奖 是非让任何人满意的 对这一点 疫情的评审委员 你的 譬如真讲的方法 是不是都很完善 这东西我都不想讲任何话 因为 因为我不晓得当多少届评审的人 评审呢 我从文艺景象讲 讲了几十年 我都是评审 现在 我也不晓得当多少评审 每年都有很多评审 你看我去 这话 我当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 到现在为止 所以没有一个方法 最后 到最后怎么办 投票 打分 哪个分数高 哪个票数多 就当写 就是第一名 事实上 文秀这东西 不能以多受决于来决定 到底真正的标准在哪里 古人的时候 没有什么文学家 他作品 甚至于作品 连发表都没有机会 豆腐 在唐朝的时候 那么多写诗人 豆腐在唐朝是没有名气的 唐代有两本诗学 这两本诗学里面 当什么礼拜什么 所有人 全都写上了 豆腐 两本诗学 一个名都没有 豆腐要到什么时候 到宋朝王安时 编诗学的时候 当时编两本诗学 第一本诗学 没有他 还是没有他 第二本诗学 只有五个人的时候 他终于从历史翻身 所以很多东西 是要历史来沉淀的 每年发这么多钱 来做文修奖 每个单位 你看 现在每个县 每个省市 每个县市都有 都有他的文修奖 这么多钱丢下去 我们能收回有什么东西 很多文修奖 除掉 只要发布来几天 可以看到那个作品以外 这个时间一过 就归党了 到底 这个效果在哪地方 有没有人监讨 有没有人回答 所以 我只讲这一点 我就是说 我们周生活事情 都要讲成文会计 都要讲效果 你们怎么样 我都不惯 但是 你们自己 要想讲到 你周周圆斯 有没有效果 无非是 无脂无肉 细致的未寒尸骨 无非是老奶奶 经久用旧的裹脚布 无非是过长爱似的指甲尖 无非是零件老旧 奋飞不齐的战斗机 无非是御风极起四串的尘业 无非是失去轨道 盲目运行的太空垃圾 无非是多处青春流入街头的老牛残兵 无非是耍宝斗狠 魔光如斗的帮玄政客 无非是昨夜西风刁鼻树 摇楼下来的枯枝败叶 无非是王歇唐剑无力奋飞 十群罗丹的可怜孤雁 无非是无法东流 迟迟不前 绝绝慢生的一汪死水 无非是在一般繁宝定义下 令人眼鼻的酸臭腐朽